電視節目有很多種 當然不是每個節目都只是中藝遊戲 或者黃金檔處境劇 一年365天 不管你是三歲還是八十歲 電視和你都一定有關係 不信? 我們馬上回到舊事 和你去陳之丫家裡直擊一下吧! 喇! 他就是陳之丫的兒子了 在1960年尾他和大部分小朋友一樣 家裡都未有電視 所以一放學 他就會跑去公園和朋友一起看免費電視 後來陳之丫終於肯買一部電視機 他的拉仔最開心 經常都可以看跳飛機 再大一點 他就看430穿梭機 看著周星馳哥哥裝鬼裝馬 接著還有卡通片機械人齊打架 黃金戰士 六神合體 鐵人28 戰士高迪安 出絕招之前一定有大叫過絕招名 又有文證之餘 又有少少跳皮的卡通片 例如IQ博士 叮噹 忍者小凌晶 飄凌宴 千年女王 他們這個年代的小朋友 可以說是比電視的兒童節目偉大的 至於陳之丫讀書好生性的大兒子 就沒有拉仔那麼幸福 他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卡通片看 老爸陳先生一放工 就帶他去樓下辦館一起站著看劇 他們到底看些什麼呢 是游到龍虎榜 當時《三四郎》一播出街就很收得 就在那時開始 香港引進了很多日本電視劇 例如《紅粉健兒》 《綠水英痴》 《前程感受》這些 還帶了很多日本歌曲來香港 成為了之後粵語狼曲改編的對象 不少歌手 例如羅文譚詠麟 張國榮梅艷芳 他們都有唱粵語改編歌的 而陳絲拉本尊就是原創劇集的湧蹬 不止劇情浪浪上口 連主題曲都背到滾瓜懶熟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經典劇集 但有一種劇集 無論你什麼年紀都一定會看過 說的就是金融改編劇集 《佳藝電視》在1976年開拍的《射雕英雄傳》 是第一出被改編成電視劇的金融武俠小說 搞到那時候很多學生看完 都以為自己懂得武功 你看看陳絲拉的大兒子 回到學校就跟同學比試一樣 不過最厲害的 當然是陳絲拉在《射雕八劍》的時候 使出的《狂龍十八》獎 在這個改編金融小說的熱潮下 電視台更加開始製作原創的武俠劇 就好像1979年 《麗的電視》的《天殘變》一樣 一播就播了60集 真是充滿創作力量和幻想 不止電視劇 陳絲拉一家閒時都會去看戲 還看得入腦 每逢農曆新年 大大小小都會學會出下張牌 然後說一句 各位觀眾 五條煙 又或者想推堂人的時候忍不住一句 我沒做大哥很久了 這類經典對白 全部都是來自香港經典電影 打向明堂的香港電影實在有太多 72家房客 功夫片 警匪片 喜劇片 薑絲片 何歲片到新浪潮 到今天很多歐西電影 都會有受香港電影影響的痕跡 那陳絲拉的女兒又是否有什麼呢 你看 當時這麼多公仔箱和銀幕明星加歌手 阿女當然一定有罪性 當時電視台都很懂得做 印了很多雜誌給觀眾看劇照和節目預告 到90年代甚至出現了扭卡機 只要用一元就可以扭一張明星卡出來 這種印刷品有些有幻彩閃閃效果 還有燙金燙銀透明膠片 後期還出了夜光 明星卡背面就引有歌詞 阿女當然都背到滾瓜爛熟了 喝完淡茶吃完個包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說 機會來了飛雲 香港文化博物館的潮潮香港六十家展覽 幫我們收集了很多回憶 進去看一看 什麼青春回憶都回來了 一見 好 中文字幕有部分 中文字幕有很多市值 第一目的